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曾在胎成功中放弃他一次 可那两次的代价都让他刻骨铭心 他此刻很想问问老天 为什么总要自己心伤 总要自己求而不得 让他们一次次的推开彼此 他好累 如今也折腾不动了 而且如今他已是当着八荒六合的面嫁了他 如何反悔 如何再让自己的亲肠们为他担忧 算了 罢了 我困了 你先出去吧 果然还是这句唐色的话和再轻缓不过的语气 不过还好他并没有直接甩手走人 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那自己就不会再放弃 小白 你说过从前看的最多的 伤得最狠的便是我的背影 那从今后换我跟着你好不好 只要你还愿意跟在我身边 想怎样都行 他伴着这一身的雨水 一步步从时空中走出来 落寞的 却又坚定的看着时空的功能 他丝毫不在乎自己这一身花了多少心思制成的喜福 被毁得彻底 明明的地面将这套一桩玷污 也不在乎自己这一身湿淋淋的雨水 会让他浑身发冷气而引发发热的症候 既然注定要痛 这一次便换我承担好了 他倒是跟他姑姑一样的性子 不愿意说话就把人撵出来 也知道给对方留一点余地 哲言对这场面似乎是见怪不怪 他自晓得凤九这小丫头得知一切之后 并不会给东华什么好脸色看 却不想他选了个同当年白浅一样的招出来 这才是最伤人的不是 可帝君 崇林还是觉得自己应当担心一下帝君的身体 毕竟他自从上次回来后 法力修为便已大不如前 再这么接二连三的被折腾实在是 看不过去 帝君这身子虽也不是什么铜墙铁骨 不过这么占个十几日的功夫 我想应该也没什么 东华自己都不觉得怎样 你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不过我还记得当初叶华追白浅的时候 就是这么站着的 果然像他姑姑 我倒是可以拿这个同叶华那小子说来听听乐子了 这光景下连颂还能想着如何听乐子 倒也随了他一贯潇洒作风 你当心东华听见一袖子把你伤到万泽碧海之下 见了那些被他困在水底几十万年的猛娇老爷们 没关系 我真身是挑拢没什么怕的 何况如今这帝君正想着怎么讨着小狐狸的欢心 哪还能想到我这儿来 哲言上神着实是想多了 话还没说完 便被他身后的人给劫了去 成欲会来 连颂却是实实在在没想到的 且他这一身素衣款款 宛若必拨生姿 却又不沾着外面的半分鲜扰 便是连颂自己也小小愣了个神 你 你不是说 是啊 我说了我不是来喝喜酒的 方才药王说你该喝药了 手中的玉器冰当作响 自然便是药王日日都要送来的药汤 若不是自己今日恰好碰到药王 还不知这个神仙在人间受了重伤不说 一路偷偷瞒着自己到今日 真是好作为啊 不是 成欲你先听我解释 我不是刻意要瞒你的 哦 那 思命 这件事你知道吗 连颂这眼色使得实在是有些晚 又或是说这思命的回答 实在是太快了些 张口便是四个字 小仙知道 仲林 你知道吗 知道 成欲点头 捧着手中要罐子递给他 人就顺然消失不见 这连颂见状不好 近也顾不得什么天界的规矩 便也随着成欲的匆匆而去 至于剩下的众人左不过是 白白又看了一出戏来 打发他们的身为悠长无聊的时间 却也不知这究竟过了多少时间 才算是又见到了凤九的面容 相较于东华而言 他这面色不知好了多少 方才这一觉自己睡得实在是过于舒服了 以至于醒来闻到淡淡的白痰香气 自己才反应过来 这是在碧海苍林 时工 他出门之前他便已然知道东华也在外面 却全权视若无睹地走过去 来到他长辈们面前 到要吃饭吗 自己虽然不饿 但这些人却要想个好法子 却又不会让他们觉得扫了颜面的话才行 是以自己方才想了许久 才敢欣然走到他们身边说这么一句 不了 这碧海苍林的饭是我们可不敢吃 不然遭罪的只会是我们 不过凤九你的记忆真的 四叔 我都想起来了 他们夫妻之间的是我们不用管 走吧 这些人想也是来的快去的也快 剩下的便只有思命和仲林 崇林自己是不好感的 不过思命这边自己却好有些话要同他说 抱起脚下的亲眼交给仲林后 便说了句 今日婚宴的事 还望思命新君给四海一个还算满意的回答 天有些冷我便先回了 不留心君用善啊 好说 好说 这女君的意思到底如何自己倒是没看出来 这东华帝君的消息 自己一向也打听不到太多 若说亲密到还不如让连宋来探探口风 欣欣然离了碧海苍林 崇林看着凤九这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心中也有些坠坠不安 按说这帝君拿捏女君很有本事 怎么偏偏今日 仲林 你同他说一句 这次我不会轻易原谅他 却也给了他面子 女君可知帝君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 我们之间的事 我只想一一同他好好算明白 到底是谁欠了谁 又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认了他的帝后不假 可不代表我轻易原谅他 一连三日 东华像个石头一样 静静站在门口 不出声 也不动 除了凤九出来时看他一眼之外 便再没什么反应 可每每崇林坐了晚膳进来时 都会随手给帝君留一碗饭 他也不进来 他说他等 他自己做错的事 自己得了报应也是活该 可仲林分明觉得 不过是短短三日站下来 东华的面色就白了不知几圈下来 他想张口 却又不知这话该如何说 说多是错 多说是结 哼 九重天是没有昼夜之分的 可这儿却有 夜里除了外面偶尔飞进来的小虫之外 也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声音 何况他们的主人站在这儿 他们这些小虫哪敢造刺 可这一声 却也惊醒了凤九 亲眼在外面蹦得厉害 凤九匆匆穿了鞋子起身 却不想看到的竟会是东华倒在一地的赤金血中 他虽不明白为什么 却又不敢硬了心肠 将它聚在门外 叫了重林把他抬进去 才算是看了他的伤 倒不是上次的胸口的伤 而是背后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受了伤 自己怎么全然不知 是 人间 还是什么时候 重林是 帝君为了就困在智妹手中的连三殿下 而生生挨了一刀 这是说来有些意外 帝君 不让我们多说 原来前几日 他想说的是这个 重林这些伤痛 原本对他老人家什么大爱 若以往不过是几日的时间 便能将这内伤外伤调养得七八 可自从他上次语化归来 身体似乎就已经大不如前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